信口慢聊 朋友们好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 建武中原二年 沃奴国奉贡朝贺 使人自称大夫 沃国之极难戒业 光武赐以印寿 换算成犀利啊 用白话简言之 就是说公元57年 沃国众多邦国当中的奴国 前使来中原朝贡 当时在位的汉光武帝刘秀 赐了印寿 时间来到江户时代的日本福刚藩 西元1784年 这个农夫慎兵卫 在整修自家水田的时候 绝获了一枚蛇钮金印 印面以英克撰体刻有 汉伪奴国王 慎兵卫就将其献给了藩主黑田家 1956年 日本指定该金印为一级国宝 1978年 黑田家将这枚加传了200年的金印 捐赠给了福刚市 现在这枚金印就收藏在福刚市博物馆 上一期讲到我在佐世堡探访定远见的遗物 福刚离此不远 今天就去亲眼看一看这颗流传千载的金印 福刚市博物馆 福刚市博物馆 开发区的缘故周边的街道非常宽阔 博物馆的建筑也非常宏大 这种体量在一个只有160万人口的城市 算得上是规模巨大了 第一间展厅就是这枚金印 大流行之前 这枚镇馆之宝 每年都会吸引几十万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这金印很小 只有2.3厘米建方 重108克 这间展厅内没有照明 只有一束冷光照射在玻璃柜里的金印上 江户时代福刚藩的儒学者归井南明 最先考证出金印的来历 此后的200多年里 关于金印的真伪也有过多次的讨论 经过日本史学家考古学家的鉴定 该印的尺寸以及蛇钮均符合汉制 1956年 中国云南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 出土一枚盘蛇钮的金印 滇王之印 经考证是汉武帝刘彻于原封二年 滇王长枪 沉浮于汉室后所赐予的印寿 馆内有一枚复制品 供参观者比对 1981年 中国扬州地区寒江建的甘泉二号汉墓 出土了另一颗汉代金印 广陵王洗 这枚印章也是纯金著称 印体方形 闺牛 英克 转体字 他的规格 形制 壮克技法 与汉伪奴国王印是如出一辙 据考证 很可能是出于同一将人之手 考古人员参照附近汉墓当中 刻于其他统计上的年号推定 这颗金印 这颗金印就是东汉名帝刘庄 与永平元年封刘京为广陵王时赐给他的 与授予日本金印的建武中原二年 仅隔一年 从而确定了汉伪奴国王金印 确实为东汉光武帝所扳赐 最后咱们说一下这个印文的读法 这个印上的字以汉字开始 一般来说 若是汉庭直接管辖的国土 即便是对少数民族 就像颠王之印那样 前面一般不加上王朝的名称 而窝奴印的印文是以汉字当头的 也就是说 窝在当时是汉朝的朝贡国 而不是汉朝的直辖属地 其次 对这个尾字的解释也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跟后汉书中的记载一致 可以理解为窝字的简体写法 一般来说 赐予外臣的金印 印文会按照王朝民族部族的顺序排列 因此 这个印文应该解释为 窝民族的奴部族 而末尾的国王两个字 就是当时汉朝皇帝册封外臣之王时 使用的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 汉朝皇帝承认 窝国拥有自己的领土管辖权 根据这个意思推断 我们可以将印文上的汉 窝奴国王独成 汉的窝的奴的国王 随便说一句 当年发现金印的这个地方 现在是个金印公园 就在博多湾北部入口的智鹤岛 金印公园的入口处 有一块1922年里的石碑 上书汉沃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 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去那里参观金印 而不得转上一大圈 还是要回到博物馆来的 看完了这个金印 我才发现 这偌大的博物馆里的展臣 才刚刚开始 咱们继续 福岗这个地方 离着朝鲜半岛最近 在对马海峡的东南方向 与釜山隔海相望 向东到上海的直线距离 甚至比向西到东京还近 现在一提起西日本 最重要的城市 那当然是大阪 去过大阪的朋友都知道 乘坐电车到大阪中央区 最繁华的地方 一定是不能错过南波站 日文里 直接就叫做Number 除了中央区 这大阪还有个浪速区 南波浪速 单从字面上看 这地儿风浪就小不了 由此看来 在航海树不发达的古代 福岗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 它是近代以前的日本 对外沟通的重要窗口 福岗市毗林波多湾 古称波多 自古以来就是日本 前往东亚大陆的玄关 从铁器农耕到汉传佛教 中原文明是源源不断的透过朝鲜半岛 跨越对马海峡 传入日本 最先落地的就是波多 这个福岗 同时也是浅唐史的出发地 有接待外国使节的鸿卢馆 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外交据点 除了文化昌达 买买买更是兴隆 从奴国时代 前史向汉朝称臣 到明朝的勘和朝贡 一千多年以来 福岗一直保持着与中原的贸易交流 到了史丁时代 甚至形成了商人们的自治城市 福岗靠近东亚大陆 在享有福利的同时 也更容易受到外敌的入侵 最著名的就是十三世纪 蒙古帝国的两次攻击 史称蒙古西来 博物馆北边不远处的博多湾 就是第一次元日战争的决战地 日本人叫做文勇之义 有意思的来了 话说1274年 11月20日 博多港之战爆发 战争在当天清晨开打 日本这边在九州各地 纠集起来的豪族部队 总数大约有一万人 反正是把能打的武士家族 全都凑齐了 少二景姿 大有赖太 岛金九经 橘齿五房 竹齐济长 有字有号的郁家人们 是全来了 日军清朝而出 迎战来犯的援军 人数有优势的援军 则兵分两路 主力与日军在博多激战 另一只偏师 从西面包抄日军阵地 日军主力眼看就要陷入腐背受敌的困境当中 日军主帅派藤原金斯 率领五百级骑兵 快马轮战 接下来 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 两军列阵之后 日本这边一名身份高贵的年轻武士 就是日军统帅少二知能的孙子 少二姿石 按照习惯 身穿华丽的大凯是策马出阵 放出一只想剑 示意战斗开始 然后是大声挑战 想找对方身份相辅的大将单挑 这个是当时日本武士交战的惯例 没想到蒙古军这边的回应就是哄堂大将 这可以理解 双方对战争的理解并不在同一个时代 日本这边还保留了中国先秦时代贵族战争的风格 规矩是特别的多 而蒙古人这边 打遍了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 早已经不讲武德了 现在老的包围圈已经形成 你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谁还跟你搞什么单挑 于是乎 蒙古主帅一声令下 弓箭手射出了遮天蔽日的弓箭 作为进攻的前奏 也算是对少二姿势挑战的回应 这日本武士哪见过这种大场面 一直见阵脚大乱 有些武士纵马突击 一路逼进援军阵队 然后就被密集的弓箭骑射 超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有几个勇猛的武士 依靠着个人武艺 冲进援军军阵当中 但随即就被经验丰富的援军是团团围住 然后也被前后左右辞来的长枪 送去见了天赵大神 除了不讲武德之外 这援军居然还扔出了手榴弹 其实就是原始的黑火药炸弹 一销二黄三木炭 就是炸不死你 也冒出骨子黑烟来 这手榴弹的外壳有纸的 有铁的 也有陶瓷的 携带非常方便 那真是价格便宜量有多 而且可以在混战当中收到奇效 所以援军一直用它 总之啊 炸的日本武士是头昏眼花 在日本方面的文献蒙古袭来惠辞里把这些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啊 一名叫做竹旗祭祥的日本武士是急于立功策马向援军冲去 结果援军丢出的手榴弹在他四周纷纷乍响啊 他的作品准备射中了好几件 最后把竹旗祭祥先下马来 日军被援军的先进战术搞得阵脚大乱是死伤惨重 史书上记载叫浮尸如麻 眼看就要全线崩溃 就在此时 菊池武房等各路御家人们带领着数百名武士骑马赶到 这时候的双方已经打成混战 不成阵型啊 这些武士二话不说直接冲进援军军阵 接下来就是电影观众最喜闻乐见的若国战 在这个近年的若国战当中 日本武士高超的单人武艺开始发威 根据日本的记载 战争从清晨一直打到了晚上 日军稳住了跟脚 双方不分胜负 严格的来说啊 是援军居于下风 考虑到日军这边人数较少 也没有火药兵器 这样还能打成平手 日本武士的武艺的确是名不虚传 与此同时 东路的援军副帅刘富亨 在与少二景姿短兵相接的时候 胸口挨了一箭 身负重伤退场 这一下让这一路援军这边战役大浅 入夜以后啊 双方都无心恋战 日本武士退回临时构建的防御攻势 水城进行修正 援军这边呢 则放弃弹头 全军退回船上 就是这一退 决定了援军的命运 当夜晚间在战船上远征军召开军事会议 总司令新都下令 全军撤回朝鲜河浦港 除了朝鲜将领金方信主张明日续战之外 其他将领几乎都赞成新都的主张 可见 日军很难对付是参战将领人的共识啊 援军选择撤回船上休息 而不敢留在没有防御攻势的滩头过夜 这也说明了 他们担心日军夜袭 几方的士兵在激战一天之后 已经没有体力应付夜战了 从古之间啊 由登陆作战的常识来看 没能在首次突袭时拿下滩头建立阵地 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了 当天夜里啊 被日本人称作神风的大风暴 原始起码是溃夜 大风雨 战舰处炎崖多半 总之 这一切的一切 对日本人来说 那都是最好的安排 隔天清晨 日军斥后回报 援军不见踪影 海面上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木片 根据援朝史料的记载啊 船队回国的路上再次遇到风暴 持续漂流了七天 才回到朝鲜半岛的河浦港 援军损失一万三千余人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的战力啊 死于海难的人数啊 估计是战场上的十倍 夜之间敌人都撤走了 所有人是大喜过望啊 赶紧用快马向幕府将军暴劫 消息传出日本举国欢腾 幕府大开府库给出重赏 奖赏一百二十兵立下战功的九州武士啊 日本天皇也感动得不得了 跑遍了京都神社是各种还愿 这一仗打完 日本幕府为了防备蒙古人回来报复 就沿着九州的海岸线 可以登陆的地方修筑了石墙 日本人称作圆寇防垒 在我眼前的海湾西面啊 就是文勇之意蒙古西路军登陆的地方 那里啊 还完整保留着一段石墙 供游客参观浏览 有兴趣的朋友啊 不妨去看看 博物馆的展臣 从奴国时期开始的博多 到近代的福岗 包括刚刚咱们讲到的这些啊 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和讲解 在此之前呢 我对福岗的前世今生 只是有些碎片化的了解 走出博物馆的时候 那些碎片已经被完整的串联了起来 果不其然 要想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去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它的博物馆 来福岗旅行的朋友啊 在这里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绝对是物有所值 好了 今天呢 咱们就讲这么多 讲的不对的地方 您多指正 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